攝影機 嘿玫瑰 嘿嘿 嘿 你在期待嗎,你在期待嗎 哈哈哈 很期待哦 他在跟我撒嬌 你看他多可愛 好我們現在要來做蘿蔔糕了嗎 好啊 來 再来米粉 一般超市都买得到吧 干妈店都有 干妈店也有 萝卜我觉得高山萝卜比较好吃 比较甜 这个很便宜 五年时候就有买 对 但是台北白萝卜不一定好吃啊 一高这个米啊 三斤萝卜啦 这个比较混 就是盐 就出了 我刚才有吃了一个 对 对 铺子 铺子 拿多重你就拿 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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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加水吗 不用加水 不用加水 水一煮 好 要焖的嘛,它只會出水的 那這樣要焖幾分鐘 一點點 怕它會燒焦,先一點點 先一點點,好,就是一絲一絲,都很隨便 就是多久要放一次,一次大概大概 反正熱了差不多就放羊肝 反正就是要讓整個蘿蔔熟就對了 熟又爛 那這樣大概幾分鐘嗎? 我不知道喔 這樣我好難教大家喔 半個小時差不多都爛 半個小時嗎?半個小時這麼二十分鐘 要靠有經驗 好,這個做菜很隨性 要全部一整包? 那所以就是一整包,兩到三大根蘿蔔都可以 要三斤蘿蔔喔,都比較甜好吃啊 一定要 大概是三斤啦 好啊,怕說大概三斤 所以蘿蔔再多一點也可以就對了 它沒有固定就對了 所以蘿蔔越少,配這個會比較硬 沒那麼甜 沒那麼甜 所以蘿蔔兩到三根就對了 像那麼大的蘿蔔兩根就很多啦 喔 現在你快弄少 好,先弄兩碗 兩碗很少喔 第二碗放進去 第二碗 放進去你要嚼 還沒放 在它嚼 它好像會變有點硬耶 還要放水 你剩它活潑還有水啊 你再放碗水也可以啊 先加鹽是不是 先加進去才嚼 好,那鹽要加多少 一湯匙這個 一湯匙 一湯匙,對 不要太鹹 這個也一湯匙 不要很辣 這樣子 好好好,放一點 這胡椒是中藥房現場磨的 跟一般胡椒粉不同 這種會比較香 再放半碗水沒關係 半碗放進去沒關係 不會太多水 就攪一攪 這樣子就完成了 等一下蘿蔔熟就可以放進去 就這樣子 就很簡單啊 就是都要靠你們自己的經驗去做摩 黃老婆美食都很隨性 我做衣服 要剪衣服 我也是很隨性的 做這個也是 感覺到這樣子 吃到好喝 我就大概大概放一點點 還要再放一點是吧 沒關係,一點點 好 看起來不是只有一點點 加一點點水沒關係 還要再加一點水 對 所以那個要濃稠度 看起來是 有點稠稠的是不是 稍有稠狀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稍有稠狀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是嗎 對,好 好 這個蘿蔔熟 大概就是 要水不水 要稠不稠 再弄幾個那個 是嗎 那個 不時的來翻一下 讓它均勻的熟 你看它有水啊 不用放水 它自己有水 這個蘿蔔水全部放進去 才會甜 剛剛只有加一點點水 然後它會自己抽水 你夾魚它可能有點爛 還沒有爛 還不夠 反正要讓它整個透明一點 對,對,對,對 越爛越好喝 好 你看它很期待 我講過了它就要很期待 有沒有 它吃飯吃一點點 看有沒有辣 沒有辣 沒有水 看一下 嗯,這樣是要比較好 水爛一點 總之悶算是還蠻快的 好,現在這邊 你整個 都有變透明了 蘿蔔的那個清香好舒服 史上最炒作料理視頻 疑問最多 最多疑問 非常多的疑問去 很難問出正確的量 所謂的古早味都是這樣 沒有正常的份量 看心情而定 剛剛的這個 再來米 剛剛就是調味好的 你看到很乾 可以 再放一點點水 把它攪均勻就可以了對不對 這空間的之外 老婆說很簡單 果然聽起來是非常簡單 好 好 再放一點點水 好 你又很隨興 很隨興地被加水了 對對對 我是隨便弄了 你加一點水 我看到還好 好 我先把它攪均勻 對對對 要煎油 反正濃稠度呢 就是差不多很隨興的感覺 很明顯的那個蘿蔔顆粒 生蘿蔔糕大致上 大功告成就是這個樣子 就可以直接拿來煎了 好基本上呢 平底鍋當然是最好 先讓整個鍋子均勻的熱 火先不要太大 生蘿蔔糕不好煎的地方就是在於 它質地是比較稠的 那你又不能太厚 你要薄薄的 薄的時候去翻 不是這麼好翻 就是燒我要有點技巧 總之我先讓整個鍋子 先熱一下 其實一小片一小片煎呢 口感會比較好 那如果要一整片煎的話 是比較快 但是技巧就可能要夠一點 好我先煎它片一點 有沒有很隨興地放下去 然後放下去一點 它其實 不是很好弄得很均勻很平 但是就是 有沒有輕輕的稍微把它壓一壓 讓它變成 很薄的狀態 太厚真的就是 熟度會比較難抓 很多人在這個部分無法弄得很好 稍微把它壓一下 稍微把它壓一下 力道不對很容易等於會被翻起來的那種感覺 反正就是嫩薄一點 稍微焖一下让它比较快熟 焦的部分掌握就可以更好 我就是让它焖一下下 让它熟的比较均匀 然后就把它翻过来 可以自己稍微掌握一下 有些锅子可能焖个两三分钟 有些可能焖个四五分钟 看它边缘已经稍微有一点点焦的感觉 这个边缘的帽 整个都已经有点固定了 就可以翻过来 它就会比较好拌 这样子上色很漂亮 但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它稍微偏焦了一点 但是客家人很喜欢吃这种焦的感觉 这种焦对我来说已经极限了 翻过来的时候也是稍微点压压一下 翻软一下 这样很快就会好了 有些平底锅它煎的时间的确要比较久 火如果小一点的话就会久一点 那大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会比较担心会焦的问题 所以要自己斟酌一下 好这可以再小一点点 像我在我家煎啊 我要煎这一片的时间就比较久 但是这个锅子煎的比较快 好啦这样就很棒啦 有成功啊 那另外一面我看一下稍微有点上色也可以 你要焦一点也可以啦 好好这样就可以 焦一点就比较大 焦一点火气比较大 各位不要太焦 对对对 好先去做一个完整大液 这种生萝卜糕 比较不好煎的地方就是它还是会很容易 要慢慢的把它弄成 一般如果没有煎过的呢 还是先以小的为主 这次的比较没那么水 水一点是比较好弄成 所以它还是要叫我继续随心的加水 多半它太熟悉了 好啦这个锅子我还跟它不熟悉 我回家的时候再煎一个完整的给大家看 嗯 好棒哦 我也会 你刚做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好 再再葱蒜拿一点 葱蒜切一些 加上油 葱蒜 葱蒜我都是看它这样弄姜油的 我现在才刚放过来 好 还你来 我再放一次 哦 好棒哦 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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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聊天 你不要上 给我上镇头就好 你当然要啊 你给我漂亮 你不要讲我漂亮 我现在是八十多岁老人家啦 那是八十多岁老人家里面最美的啊 老婆一直说不要给它上镜头 然后结果接下来就会自己讲很开心 啊 老人家上镜头你们只要看到 你很美啊 你那个老 你们自己在下面留言 它美不美 嗯 这个真美 好好吃哦 对啊 你只感觉到太硬 你就放再放一点 你开水 对就是很省限 一块 炸油 我不要蘸酱油 我吃东西不蘸酱油 吃很棒 不吃甜 不吃咸 表演欲很强 以后你要买大人蜜 你台北找没有 我找不买甜蜜 好 我帮你吃没关系 好 哈哈哈 阿萝卜不到50块 土东萝卜应该比较便宜 一斤15块 我看过那个台北有那个超市 卖一条可能就要快100块 哦 有些人他想要在里面加那个什么火腿 可以跟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会把原本萝卜甜的那个味道弄掉 我不喜欢那个 真的好吃甜的萝卜糕 单纯这样子的就非常好吃 加上那个胡椒啦 胡椒很重要 胡椒粉还有盐 一定要放 药房买回来 他现磨的那个胡椒粉非常的香 跟一般那种黑克力的胡椒粉不一样 不香 阿婆他就是去中药房买现磨的 黑胡椒粉 完全不一样 好嘞啦 做饭啦 那才是真的那种家乡味的 有照到这个等过的吗 有啊有啊 有你吃完那就薄啦 吃看看 基本上这个生蘑菠糕 放冷藏差不多一个礼拜内 放久真的也不好 不然他会臭酸掉 保存就看你要放锅子或塑胶在里面 放纸也可以 铺放纸也可以 好 那就放一点进去 就是一般大家看到的萝卜糕 都是用生蘑菠糕在哪去蒸 就像煮饭一样 像放进去蒸一杯一杯甩蒸 蒸好再放一杯两杯甩 蒸一点点蒸 对 蒸一点 给大家像蒸起来的一样 像煮饭一样有没有 对啊 这样煮就好 好要蒸熟就可以了 不要煸就好 再多一点水 再多一点水 再蒸一杯水不够啦 普通一杯水 把它蒸熟就对了 蒸比较酥比较好吃啦 蒸好还是很明显 蒸好很香 蒸好很香 对这很香 很Q 可以把它冰起来保存 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把它切片 蘑菠糕啊 那我要我们都加酱油 都加酱油 你要加克酱油吗 好啊 中小火左右 看到这边有上色一点 在我的标准里面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差不多 那喜欢再多上色一点的人 就是可以再多一点 煎差不多之后再下饭 这样差不多 然后就把它放到盘子里面 压平的过程呢 不太大约就会这样过 这个部分我需要有点技巧 生炉不高就是这样子 所以之前大家都弄成熟的 实际比较浓稠会更不好延展 熟的生炒也挺 煎的好吃到这边重要 两个一起弄比较快 我听这声音还蛮了异的 边边有到有点焦的东西 这样就差不多 主要把它弄薄一点 后其实真的不好吃 因为那个再来米的关系 不够熟 就会非常的不好吃 好 这样上色很漂亮 就直接这样放下去 然后我压出蛋黄 然后过来 蛋黄的地方好有点点嫩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点酱油 就很好吃了 小起司 起司不太容易讲过 起司在里面 到时候就会浅浮 起司在里面 到时候就会浅浮 那一块最好吃 那一块最好吃 最好吃的